轉轉轉串燒在開火上方 自動旋轉 不管是肉類 蔬菜 全都360度轉圈圈 客人不用自己動手烤 只要坐著輕鬆聊天 等著美食上桌 就有時候向下班累了 就不用在自己浪費 自己的力氣在那邊手動 然後看它有沒有焦 吃燒烤不用翻面 也不用擔心是否會燒焦 全靠這個烤爐 每個凹槽對應一個齒輪 類似腳踏車鏈條的概念 360度不斷旋轉 讓串燒能夠均勻受熱 只是老闆留學英國 看到當地的自動烤肉機 帶回台灣的創意 把串燒放上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開始旋轉 完全不會有任何燒焦的情形發生 吃燒烤的懶人坊 這家餐廳則是推出燒肉管家 都可以先吃看看肉品的身份味道 管家展現專業手法 全程幫客人烤肉 不同的牛肉也有不同熟度 像是牛舌烤七分熟最美味 牛板件烤到表面微脆 肉質要保持五到七分熟 橫隔膜屬於內臟 要烤到七分熟或全熟最好 那平常喜歡吃的 豬肉大概只喜歡到小孩 這間收烤店裡 總共有十位燒肉管家 光是訓練時間就要兩個月 從烤肉機巧 對牛肉的知識 熟度的掌握 到接待客人的口條 都要經過數科考試 業者甚至會請來秘密課 測試管家的表現 最後通過考驗的人 才能戴上小牛標章替客人服務 我們自己可能有時候會烤過頭 或者是亂烤一通 我們的管家 他可以看著這塊肉 第一個 他知道油花的分布 然後肌理的位置 吃燒烤不想自己動手烤 店家紛紛推出自動烤爐 和燒肉管家 讓你吃燒烤也能不累不累 記者徐玲玲 今晚成事院台中 採訪不到